为重塑美国大众对亚裔贡献和服务的印象 亚裔名人堂3月2日 在洛杉矶比特摩尔酒店 举办向亚裔退伍军人服务致敬的慈善音乐会 并宣布2024年年度人物提名人名单 亚裔名人堂CEO谢敏锦表示 希望借助这个活动感谢退伍军人 尤其是亚裔退伍军人 对美国的牺牲奉献 很多华人在不同军种服务 为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应该被看到和被尊重 今年也是名人堂创立20周年 今年系列活动将扩展到加州 华盛顿和纽约各地 名人堂今年将和重要合作伙伴合作 努力促进亚裔文化素养 创伤援助女性领导力和劳动力发展 作为名人堂每年最重要的年度人物选拔 今年选拔范围覆盖世界各地612名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 当天公布最后30名提名候选人名单 最终15名年度人物获奖者名单将在5月1日 庆祝亚裔传统乐活动上揭晓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卡瑟琳·巴格 对美国华裔退伍军人进行了嘉奖 迪斯尼影业的Varie Vargas 向退伍军人后代Aristina Fong 颁发了名人堂助学金 已故艺术家John Cass 应对退伍军人的忠心支持 而深厚老兵的喜爱 他的音乐将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 名人堂2022年年度人物珊本宏在致辞中 感谢John Cass对退伍军人的帮助 宣布他成为名人堂2024年的艺术家大使 同时感谢詹姆斯·加纳带来的表演 名人堂董事会成员迪斯尼工作室 得到了安迪·亨利财务长 Pinico·约翰·尼古拉斯 加州最高法院法官金明路易 日本环球小姐杜边树林 佐佐·穆基斯分别宣布年度人物 提名候选人 年度CEO候选人 年度倡议奖和年度创新奖候选人 匈牙利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拉玛萨巴博士 导演殷周 演员John Kim 雷娜·坎贝尔 中国环球小姐 敬业等人出席了活动 在音乐会活动现场 亚裔名堂举办标志性慈善意外 其收益将捐给创商倡导计划 名人堂独家购物体验 包括Zijian新品展示 名人明星亲笔签名拍卖物品 以及名人堂标志性金色礼盒 礼盒内有 哈姆斯、Chanel、Bibery、Vergammon等品牌单品 多数人都被罵了 不正确定 不正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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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心 这不是正确的 多数人爱美国 在美国 成功 it's why we're holdin this very specialJohnny Cash concert today with bothChinese andAmericans together. We're alsohonoring ourAsian Hall of FameNominations today. We'reannouncing30Nominations onMay 1 wewillthen make sure thatall of the world knows the newClass of2024 inductingthisyear. And, but we'revery very happythatwe started verySmall and we've gonesobig today. 华夏电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